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th,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大家好,我是Tim 是加拿大多仁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每周博客走过圣经 这是一个查稿圣经 而且是经营查稿圣经本身的博客 我们将在每一周的周一到周四分四次播出 希望您能加入我们的学习 我们将继续学习创世纪这一本书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church.org 或者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找到以前的博客 他们在走过圣经创世纪的目录之下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部分发个评论 或者发生电子邮件到 Answerin.org.gmail.com 我们将尽可能快点做出回应 今天我们将继续于创世纪的最后一个部分 从第五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约瑟和他的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 约瑟活了一百一十岁 约瑟得见以法连第三代的子孙 玛拿西的孙子 玛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旗上 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 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离你们从这地上去 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之地 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海国从这里搬上去 约瑟死了 正一百一十岁 人用香料将他宣了 把他收连在棺材里 停在埃及 那么在上一集当中 我们讨论了雅各去世后 不久发生了一些事情 约瑟的兄弟们 约瑟应将约瑟作为奴隶 卖给埃及而感到内疚 他们要求他的原谅 那么在今天的阅读当中 我们发现 已经又有54年的时间过去的 这也意味着 以色列的孩子们 现在已经在埃及 度过了71年 在这段时间里 约瑟已经能够 看到他的后代 成倍的增长 但是光与这段经文 是否告诉我们说 约瑟活到了他的真孙 或者他的真孙子辈的时候 有一点争议 但其实也无关紧要 那么在出埃及记 第一章将告诉我们 在雅各时候 以色列的孩子们 开始迅速的凡年 如果说 以凡年和马拉西的儿子 在20岁左右的时候结婚 他们也所有的孩子 都在这个年龄结婚的话 这就将 首先说约瑟可以活到 见到他真孙子辈的时间 因为他活到了110岁 那么我们从 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第6章16节中知道 密末活到了137岁 这意味着 他将在约瑟去世之后 又活了大约23年 现在我们不知道 其他十个兄弟 在他们去世时候年龄有多大 但应该可以假设 其他兄弟在本书的末尾 都还活着 因此当约瑟召集他的兄弟们的时候 要他们发誓 他的海国不会被留在埃及 而是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会被以色列人给带上 约瑟在埃及总共活了大约93年 所以 有可能会想到 他会被埋葬在埃及 因为这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 所生活的土地 以及他在那里度过他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这并不是约瑟所希望的 他是以色列的儿子 他的后裔将在应许之地得到土地 所以约瑟不希望 他被埋葬在埃及的某个地方 他希望被埋葬在家囊 当以色列人在几百年之后 离开埃及时 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的第十九节说 他们带着约瑟的骨头 创世纪遗书最后也指出 约瑟在110岁去世 并用香料将他宣了 那么回顾约瑟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如何通过一个人来完成主的目的 上帝是那个将梦想送给约瑟 而这种梦想也导致了他的兄弟们恨他 但梦想也预示着未来 是的 约瑟被卖为埃及成为奴隶 但他存在于上帝的信仰 也正因为如此上帝一直与他同在 在约瑟入狱的时候 上帝在布提法家中保护着约瑟 他甚至使约瑟成为埃及的第二把手 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么这样的话 以色列人就不会在饥荒中死去 所以即使我们并不总是注意到 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 但是当我们回顾我们生活的时候 也请我们不要惊讶地去注意到说 上帝一直在我们生活当中 以各种的方式工作着 那今天我们的学习将到这里的 我们将在明天去回顾一下 在创世纪一书中学到的主要内容 希望大家到时能够继续加入我们的学期 再见